如果你早餐不知道吃什么,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酱肉豆角包,真的超简单,具好吃,一口气忍不住都要吃上五六个。 首先准备一把新鲜的豆角,清洗干净,切成豆角末备用。 起锅,放入少许食用油。 油为微热,放入半斤肉末。 肉末大约二八分瘦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 快速炒散,炒至变色。 再放入葱姜末,一勺黄豆酱。 少许老抽。 炒出香味,把肉末炒至上色。 再放入切好的豆角末,快速翻炒均匀。 把豆角炒至断生,炒至变色。 接下来再简单的调一下味。 黄豆酱本身是咸的,这里的盐我们只需要稍微补一点即可。 再放入胡椒粉,生抽,翻炒均匀。 现在鲜料就做好了。 如果多炒一会,把豆角炒熟,其实是可以直接吃的,真的非常好吃。 现在来和面。 500克普通中筋面粉。 天气比较热的话,我们加入2-3克酵母就可以了。 先充分混合均匀,再加入大约280毫升,340度的温水。 搅成没有干面粉的面絮,再揉成软硬式中的光滑面团。 我做包子比较喜欢一次发酵的方式,也就是面团揉好后不用发酵。 直接包成包子之后再发酵。 我们把面团搓成长条,切成小剂子。 小剂子捏圆,按扁,再擀成厚一些的包子皮。 包子皮厚一些,这样底部不容易中丝。 放上一勺馅料,再把它给捏起来。 捏好之后不要着急上锅蒸。 我们先放在蒸屉上,发酵大约20-30分钟。 发酵体积明显变大,手感变轻。 包子的褶皱变得有些模糊了,像这样就发酵好了。 再开水上锅,大火蒸12分钟。 关火焖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 又软又香,真的超级好吃。 喜欢的话一定要收窗起来试试哦。